西班牙族協主席 盧比亞雷斯的強吻風波 延燒了三個星期 在各方的壓力下 原本堅決不辭的他 10號終於宣布請辭西班牙 族協主席和歐洲組總副主席的職務 他受訪時透露 是三個女兒勸他辭職 但仍堅稱自己的清白 遭到指控 在女族世界盃頒獎台上 強吻求心 埃爾莫索 西班牙族協主席 盧比亞雷斯 在風波延燒三週後 10號宣布辭去西國族協主席 跟歐洲族總副主席職務 盧比亞雷斯在聲明中表示 親友告訴他必須專注在自己的尊嚴 並繼續過生活 但並未提到遭強吻的求援 埃爾莫索 也不承認有不當行為 只強調要捍衛自己清白 也沒有道歉 他接受專訪時表示 三個女兒勸他辭職 以維護自己的尊嚴 不過西班牙法院 已同意受理 檢方對盧比亞雷斯 提出的性侵犯和威脅罪指控 盧比亞雷斯的聲明中還提到 下台是希望不影響西班牙 葡萄牙和摩洛哥聯合申辦二零三零年世界盃的主辦權 西班牙族協的態度 從一開始批評 埃爾莫索到後來態度大轉彎 對內部性暴力啟動調查程序 但球員們的文化改革訴求能否落實 還有待時間驗證 公視新聞政委人編譯